詞.: 聽說不定 現在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Keynote Speaker蔡炎龍教授 好 那 我再介紹一下 因為我也是今天的Keynote的主持人 那我今天介紹一下講者 蔡允龍教授現任是政大英雄數學系的副教授 跟兼任政大的學務長 那麼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地區 UC Irvine的數學博士 專攻代數幾何、熱帶幾何、神經網路、深度學習、人工智慧等領域 蔡教授於碩士班實習及專注研究神經網路 認同Python簡單、強大、可專注問題而非程式本身的特性 長期致力於推廣Python程式語言 並於2020和2022年連續出版 《少年拍的大冒險》成為Python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門課 與《少年拍的大冒險》成為Python AI深度學習達人的第一門課 兩本書 加惠所有想要有志進入Python世界的初心者 OK,Dr.Yan Longcai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also serves as the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of National Zhengzhou University He holds a PhD in Mathema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C Irvine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algebraic geometry, tropical geometry, neural network, deep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uring his Master's studies, Dr. Cai conducted research on neural networks and has since embraced Python for its simplicity, power, and ability to focus on problem-solving rather tha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language itself He has been dedicated to promoting Python programming and published two books consecutively in 2020 and 2022 titled The Great Adventure of YoungPy The First Course of Becoming a Python Data Analysis Expert and The Great Adventure of YoungPy The First Course of Becoming a Python AI Deep Learning Expert These books are aimed to benefit all beginners aspiring to enter the world of Python 現在讓我們歡迎蔡眼龍教授 I apologize that I'm going to give this talk in Chinese But I always think my drawing is better in my talk So, and also, as long as... And with Python codes, I hope you can still enjoy this talk 好,各位大家好 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榮幸到那個PyCon Taiwan 來擔任那個Keno Speaker 這個大概是我在Python界的那個天花板 因為我自己自認我是Python社群的人 那Python社群的人 那當然現在的工作應該是我們在下面辦那個PyCon 然後不是上來擔任那個Keno Speaker 所以這個是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榮耀 那等一下我們今天就是為大家分享一下下說 這個這一路走來 這個Python到底對我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用Python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取這樣的名字的原因 是因為覺得說Python它其實是一個很耍寶的城市語言 如果你帶著太認真的那種精神去看著它的話 其實它很難幫你完成任何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覺得它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很好奇的事情 不管你是在學Python 或是用Python來幫助你協助你的工作的話 它其實都會發揮非常大的一個效果 好 那我們今天是9月3號要特別的介紹一下下 9月3號就是Doraemon誕生前的第89年 那Doraemon今天為什麼突然提到Doraemon 那原因是因為Doraemon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強人工智慧 或是所謂的AGI 就是通用型人工智慧的 也就是一般來說那個就是我們人類的目標 那TrackGPT出現了以後大家都覺得說是不是通用型人工智慧出現了 其實還沒有 那我們今天下午也會有一個panel discussion 會再去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簡單的說AGI就是像人類一樣的AI 那其實最代表性的就是Doraemon 那漫畫告訴我們其實Doraemon要誕生其實還要好久的時間 那是不是要這麼久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畢竟都還沒有 那大家認為的TrackGPT其實也不是 那它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可能會覺得說它可能是一個我們很好的一個小助理 那個我本來也是用這樣子的說法 尤其是我花了錢聘了他們之後 我就覺得說這個真的我是花錢聘了一個小助理來 但後來我發現說微軟的執行長納德拉他說的更好 他就說那個TrackGPT他其實並不是 用小助理這件事情並不是非常的貼切 他覺得是一個我們的對話型的智慧代理人 所以他是我們的代理人 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會的話 其實他也不太會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自己很強的話 他其實可以幫忙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那所以我一直覺得說Python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Python的最大最大的特色 最大最大好處對我來說 它就是我們可以花時間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上面 而不是我們花時間去想說我們這個程式要怎麼樣子 學怎麼樣寫這個程式 好這個今天我們會做很多的例子 然後這個是我真正的自我介紹 其實剛剛都已經說過了 那我是UC Irvine的數學博士 那數學博士就是如大家想像的 就是大家不太關心在念什麼的那種數學博士 我是純數學的博士 那在之前就是參與過非常多的 尤其在台灣參與過非常多的 那個Python的社群的活動 然後還有在那個我們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裡面 一直在推廣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那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為什麼會在身為一個純數學的博士 在這邊介紹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寫程式 然後在高中的時候其實有拿程式去賣錢 那個貼起來的部分是我環顧一下 這個其實大部分的都還蠻年輕的 應該沒看過那個可怕的介面 所以我把它蓋起來了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時候電腦都有一個程式語言 叫做Basic這個程式語言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容易的一個程式語言 那你只要打開電腦 它就會有這個程式語言出現 然後你就可以做你想要看它要寫什麼樣子的東西 但是很久後來有一陣子我就發現說 這個一直沒有一個程式語言可以取代Basic這樣的地位 然後也就是因為每一家都不一樣 然後後來漸漸逐漸逐漸的也不是每一個台電腦 都一定會有Basic程式語言的 然後大家用的Basic又會不是不一樣的Basic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就一直希望說能夠找到一個程式語言 它的地位等級就是它很簡單很容易學習 然後它功能又要夠強大 然後那個所以我一直在找尋這樣的程式語言 所以就是我在唸博士班的時候 就找到了一個就是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那我們在那個博士班的時候 那個我的寢室就是另外一位也是台灣的 也是台灣來的 就是我們兩個人住一間宿舍 然後我們那個宿舍其實相當相當的可怕 因為就有兩個人嘛 那有一個就是我 那沒事就會問人家說你要不要來學Python呢 然後另外一位就是沒事就看到人家帶著筆電就說 你的筆電要不要幫你關Linux呢 就這樣子 我們就在那樣的地方 然後後來就是到了2000年左右的時候 我就覺得Python這個程式語言實在太棒了 然後我其實很怕它倒掉 就消失不見 應該不能叫做倒掉就消失不見 所以我就參加那個時候的PSA 就是在Python在那個時候 主要推廣Python這個程式語言的社群 那參加了以後他會給你一個什麼網頁網址 什麼什麼之類的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呢 就是主要是為了要支持他 那那個時候年費是50塊美金 這是我一生中間唯一做過的一次 是捐錢給一個程式語言的推廣的協會 那那個時候人很少 2000年的時候我後來 這個當然是後來想辦法去找到這一份資料 2000年左右的時候呢 總共也只有271個人在這個名單上面 所以這個社群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即使在國外的時候 那我們Python程式語言一直說過 Python程式語言它其實是一個很耍寶很可愛 很有趣的程式語言 所以再一次如果是帶著太正經 就每一次跟同學們說的時候 都說你們不要帶著太正經 好像要來修一個課的那種心情來修這個課 那這樣子一定會學的不是那麼好 那你一定要帶著一個很愉悅的心情 然後覺得說我可以用它來做什麼很酷炫的事情 那它其實在開始的時候就是產生的 那個時候又沒有那麼多的社群媒體等等的 它就開始寫一個程式語言 就這麼無聊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那Python也不是 如我們想像的 大家都知道它是蟒蛇的意思 但它其實不是因為蟒蛇的原因 所以它有這樣的 所以它把它取名叫Python 而是它很喜歡英國的一個喜劇團體叫Marty Python 所以它就把那個名字就取成Python了 那Python的很多很多東西都跟Marty Python有關 大家在YouTube上面還是可以看到很多Marty Python他們的喜劇片 可以參考一下下 其中有一個就是他們去吃早餐 然後在早餐店裡面他們的菜單很好笑 就是不是span就是ham就是x等等 就在那邊一直span,span,span,span 那一段 然後後來所以在Python裡面的 Python裡面就是我們程式語言裡面都會 就是不知道怎麼命名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習慣的 像FOO,BAR等等的 但是Python不是 Python不走那一套 Python都走span,ham,x 就是早餐系列的 然後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Python就是一個很耍寶的一個程式語言 很可愛的程式語言 那它的特點就是非常的簡單容易學習 然後我們一直覺得說它另外一個特點是 它是全方位型的程式語言 也就是你要寫什麼它都可以寫 在我們早年的Pycon的時候 就是台灣 Pycon台灣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推介Python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人喜歡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或是注意到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我們都會跟人家講說 它也許不是你要做的那件事情的最好的程式語言 它單單它都是第二好的程式語言 這樣 那個時候是這樣推的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 它現在在數據分析人工智慧 已經是No.1的程式語言了 從以前開始就一直會有強大的社群資源 這個是Python裡面非常特別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政治大學剛剛有說過 就是一直想要推 其實就是一直希望能夠介紹一個程式語言 因為我很早就有一個概念 覺得說幾乎唸所有的領域 任何的科系所有的領域 都應該來學習程式語言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 教育部還沒有大力的推展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這個樣子 但是對大部分來說 他並不是像唸資訊科學的人或是資工的人 就是他並不需要把程式寫得這麼厲害 然後寫得這麼嚴謹等等 他只要那個程式可以幫忙他解決問題就好了 所以就覺得Python真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的程式語言 所以我們就在政治大學就是成立了 那時候叫做數理資訊人才培訓計畫 然後我們就是開始推動 主要推動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在開始推動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用那個胡一的眼神瞪著我 因為那時候Python還沒有那麼有名 那所以就是說 那個老師你為什麼要教Python呢 為什麼不教那個C啦 C++啦 加巴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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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又不好意思說 因為我們其實項目系上是有必修課的 那個就是程式設計 開始的時候都教C或C++等等 然後但是到第二年的時候 幾乎沒有人在寫程式了 那我們就覺得這樣真的不行 那我們又不好意思告訴他們 其實你們學不會啊 那我們就叫一個簡單的程式語言吧 那我們就叫一個簡單的程式語言吧 然後所以就開始就連紅帶片 那個時候 因為Google的第一版是Python寫出來的 YouTube的第一版也是Python寫出來的 然後NASA非常非常喜歡用Python 然後等等等等等等 那就是連紅帶片 讓他們覺得說 這不是全世界只有我們在用這樣的程式語言 好 那所以到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呢 那個就會 如果大家有一些小的Python的聚會的時候 它簡直就像碰到親人一樣的開心 說想不到世界上還有 就是台灣 尤其台灣 還有其他人也在用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好 那我們後來 就為了推廣Python 其實真的有點無所不用其極啦 然後又請到那個我們 被稱為那個Python女神的莫斯基 他就來擔任我們那個數理資訊社的 校外的指導老師 那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同學 願意來學習Python 然後那我們在那個2012年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就是YYC 就是剛剛有出現的YYC 他就說 那我們不如就來辦Python吧 那個時候我覺得有點crazy 因為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我們Python還是一個不太大的社群 然後就決定要辦Python 這是第一屆 第一屆其實人的也是還蠻多的 好 這個第一年的時候的樣子就是這樣 就是在這個場地裡面 好 然後那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剛剛也有說到說 那個現在我們在政大都有一個Pyday 這個本來跟Python是非常緊密的連結的 也就是Python擔任Kino Speaker的 我們後來就是 就是魏哲仁老師就建議說 我們要不要再來把它請到那個 就是我的學生就政大 然後就讓他們再來講一講 那不然的話 那個好不容易請來的Kino Speaker 就在Python台灣裡面講完了 就是有點點浪費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了這樣的事情 那現在沒有了 現在就是變成獨立的舉行 好 那剛剛有說過有兩本書 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那這兩本書的特色就是插圖是我畫的 這個好像聽起來不太像特色 那我也有個有YouTube的頻道 那有很多就是關於Python 或是AI相關的 就是歡迎大家參考 那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Python 它其實為什麼到現在非常的強大 那麼多人喜歡使用 其實是有非常強大的社群的資源 那在社群的資源裡面 有一個他也有來過我們的Python 擔任Kino Speaker 就是Jupiter Notebook的原創者 Jupiter Notebook 我用火速的介紹一下 它現在可以說是在數據分析 或是AI上面的主流的平台 因為它非常的符合Python的精神 它就是你愛在上面試驗就試驗 然後錯了你就改一改 然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實驗 然後你可以一邊學習 一邊寫程式 一邊做入檢 好 就這樣子 所有的東西你都可以在一瞬間 你都可以在這個上面去完成 本來我其實很討厭這種網路型的 就是Web-based的這種的介面 但是Jupiter Notebook 或是它的前身 iPython Notebook 就是說服我去使用的 所以這個是其實是非常喜歡的一個介面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在使用 那這個最左邊的就是它的原創作者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 魏哲仁老師就是覺得說 我們不要浪費 這個既然來了 那時候就請到東華大學去 因為魏老師那個時候在東華大學 那所以我們就是一起去問東華大學 那個這個動作是我們準備去泛舟的樣子 好 然後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Python做的一些事情 一個就是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 其實我在研究所碩士班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做神經網路 就是深度學習相關的人 那個年代已經有點太久遠了 所以我把它蓋起來 基本上就是上個世紀的事情 所以上個世紀還用Basic寫了這些東西 深度學習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 它的精神非常非常的貼近我們的Python程式語言 簡單的說 它就是深度學習 神經網路雖然現在做了非常多的神秘的 看起來很厲害的事情 比方說Chack GPT 但是它其實整個的 就是我們需要用深度學習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它幾乎是像Python一樣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問題很清楚的描述出來 什麼叫很清楚的描述出來 就是把它描述成一個 就是描述成一個函數的樣子 如果函數對大家有一點點 覺得這個是數學名詞有點可怕 那那個就是描述成一個那個 AI的模型的樣子 或是就是一個AI機器人的樣子 就是我們只需要知道我要輸入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要輸出的東西是什麼 基本上我只要決定這件事情 我們的深度學習的模型大概已經完成80%了 後面當然會用各種的技巧把它給做起來 但是那個不是重點 所以它跟Python真的很像 就是把我們的要花的時間 是集中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上面 而不是集中在想辦法去建構這個模型 那比方說我今天如果要做一個八哥的辨識器的話 那我就會想要說 那輸入的東西就是輸入一張八哥的照片 然後輸出的就是那個什麼八哥 就是這樣就這麼簡單 那唯一的一個小小的要注意的地方 這是因為電腦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變成 全部變成一堆數字 就這樣一定要變成數字的形式 但等一下我們也會說到 那變成數字的形式 那個數位相片我們就不要說了 那個數位相片它就是一堆數字 那輸出的地方它當然不認識八哥 所以我們就可以給八哥那個編號 比方說台灣常見的八哥用三種 一個土八哥白尾八哥加八哥 我們就說土八哥是一號 白尾八哥是二號加八哥是三號 這個是我們自己隨便給的 所以我們在輸出的時候就會給三個分數 三個分數 每一個分數就代表說那個是什麼八哥 相對應的那個八哥的分數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模型的話 如果說那個分數最高的 我們就知道它就是這種八哥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然後我們很會很喜歡 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所以再一次 所以我們設計的模型 就是輸入一張照片輸出三個數字 然後我們會經過很多很多的訓練資料 餵養它 然後告訴它說這個是八哥 這個是土八哥 這個是加八哥 這個是白尾八哥 要餵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因為我們剛剛什麼事都沒有做 跟其他的AI的模型不一樣 我們什麼事都沒有做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是讓電腦自己看著辦 讓電腦自己看著辦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要說 必須要給它足夠多的範例 不然的話它學不會 好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這邊就是它最後如果學成了 大概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會找那個最高分的那個 1.9分的那個 我們就說這個應該是那個土八哥 然後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又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我們很喜歡把這個三個數字 加起來讓它變成1 因為加起來變成1的時候 我們就出去外面 可以很大聲的跟人家講說 這個東西是我們學到的一個機率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學到機率 它就是我們硬是要把它加起來變成1 然後但是要考慮說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這個照比重分配就好了 這個1.9 1.1 0.2 看比重是多少就好了 但是因為有可能有負的數字 所以那個時候會出亂子 所以我們在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要做一點點的小事 這個小事就是 第一個我們要先做指數的變換 就是轉 其實就是要讓它全部的數字都大於0 然後大的還是大的 小的還是小的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遞真的函數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要做一個指數的變換 指數變換 大家都變成都大於0了 大於0了以後 就是看比例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加起來等於1 這個技術叫做Softmax 好 那我們在用Python的時候 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去做這種試驗 尤其在Jupiter Notebook裡面 這個是寫得非常爛的 因為這個就是要試驗 這個就是要給學生看說 我們要試驗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以輸入三個數字 然後它用Softmax 讓它把它加起來等於1 然後我們在Python裡面 Jupiter Notebook裡面 更有趣的地方是 我很容易可以做成互動型的介面 我只要有一個函式 我就可以把它弄成互動型的介面 因此我就可以在這邊 就把三個數字 做成數字滑感的樣子 然後它就在這邊拉拉看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根本程式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 包括前面我們要寫的函式 大概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就可以馬上的去做各種的試驗 那我們試驗了以後 就很容易發現Softmax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它就是它是一個贏者通吃的方法 那如果我們只有從理論上 其實不太容易看見這件事情 但是Python很容易讓我們去試驗 我們就會看見 比方說這邊我們的例子是5.2分跟4.2 5.2跟4.2感覺差沒有很多 但是經過Softmax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5.2的就會變成73% 4.2的是27% 差了非常多 這個在八哥辨識裡面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八哥辨識裡面 我們都選最高分的就好了 但是等一下我們會說到TrackGPD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問題會產生 我們現在先不管它 總而言之 我們很多人就會說 我們會學出一個機率 這個是騙人的 再強調一次 這是騙人的 這個就是我們硬是把它加起來變成1 然後剛剛有說過我們的類別要非常多 大概要多少呢 大概要1000張 每一種八哥要1000張照片 所以三種八哥要3000張照片 這個你會覺得電腦有點蠢 事實上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帶小朋友去賞鳥的話 他可能兩三次就所有的八哥都認識了 甚至還認識更多的鳥 但是那個電腦要認一張 一種八哥的話 他要1000張照片 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電腦其實不知道他在認八哥 這個是所有的AI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他不知道他在認八哥 所以他只知道說 經過他以前的數據 會養他的數據呢 他會覺得說 這個新的照片進來 他應該是1號 他不知道1號是什麼 他只覺得應該輸出的是1號 或是2號或是3號這樣子 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幹嘛 這個是重點 這非常重要的 神經網路裡面 其實打造的方法大概就是這幾種 其實真正的技術只有上面的 就是真正的不同的架構只有上面的 那幾種才是真正的架構 那在下面的其實是一些很有創意的 問問題的方式 就是怎麼樣子把一個 我們的問題要變成函數的形式 我們說過了這個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我們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幾乎我們就把它都做完了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這個要知道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有時候沒有那麼直接 這個我們今天也會看到一些些的例子 好 那我們所以我們第一個例子 正式的例子就是介紹 ChairGPD它的原理是什麼 那ChairGPD其實 那個如果是我們要做一個療癒型的對話機器人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我在Python的幾乎所有的第一個 差不多第一個作業 就是讓他們寫對話機器人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這個怎麼可能 這個才剛剛開始學程式語言的人 怎麼可能寫出一個對話機器人 當然可以 那個就是像我們就 我把它叫做拍拍機器人 那它就是說你不管說什麼 你輸入說什麼不管說什麼 然後它回應都是拍拍 所以它要學到的指令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input 一個就是print 就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對話機器人 就是拍拍機器人 它就會反正你說什麼話 它就會拍拍這樣子 然後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們本來只是覺得 這個也滿某種程度也好玩 然後讓學生可以練習一下下 然後所以我們有一次真的把它上線了 然後它的功能就只有拍拍 所以你跟它聊天的話 它什麼都 它只會說拍拍 你不管跟它說什麼 它都說拍拍 然後那這樣的情境之下 就讓很多很多人去使用它 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那再來呢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讓它說人話 也就是說它可以像真人一樣的方法 去說話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子去做呢 所以再一次我們就要決定說 輸入到底是什麼 輸出到底是什麼 然後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這個模型最後大家想來想去 最後決定說這個模型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輸入是一個字 輸出就是下一個字是什麼 就預測下一個字 這樣可以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這個非常令人驚訝 這個到TrackGPD也是這個原理 但是你很快就發現它根本不是函數 也就是說同一個字 可能會對應到不同的字 可是這個我們大家也沒有這麼蠢 就是說我們輸入的時候 是輸入一個字沒有錯 但輸入的時候還包含著前面來的記憶 前面來的記憶其實就是 在神經網路就是電腦的某種理解 那是抽象的理解 我們拿出來其實看不懂它來理解什麼 所以就是包括前面的一些記憶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神經網路 某一層的輸出 就當成前面的記憶 那這個記憶要再再度的傳進來 就這樣 所以我真正的模型就會是 除了這個字以外 還要包含前面幾個字的記憶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其實就是看了一堆字 簡單的說就是看了一堆字 然後要預測下一個字是什麼 這個就是最標準的那個模型 就長這樣 所以它的整個的進行成就變成這樣 就是經 如果今天輸入一個經 我它預測出來是天 那我就把天放到前面去 就變成今天了 今天然後它就會預測 再預測下一個字可能是天 然後就是這樣子一直下去 然後它就可以生成一段很長的文字 好 那現在要做這種有記憶的神經網路 基本上有兩種方式 一種叫做RNN 一種叫Transformer 好 那卻GPT事實上是Transformer 然後但是它們的原理真的是八七分近 事實上Transformer出現就是希望能夠打敗RNN 其實不是要打敗RNN 應該要克服RNN的一個很重大的缺點 就是RN是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去看的 這等一下我們就會發現 好 所以再一次就是這個所謂的記憶其實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它就是神經網路的某一層的輸出 這樣 然後RNN的缺點是它需要一個字一個字產生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境之下 就是我們在數據分析或是AI裡面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做地回的工作 因為它這樣不能平行化運算 這樣子NVIDIA沒有辦法賣錢 所以那個我們要想辦法讓它變成可以平行化的運算 好 才能夠加速 所以在後來就是TryTransformer 它基本上的想法就是想辦法 可以把這個東西平行化的運算出來 就這樣子 然後再一次 再一次它就是看了一堆字 然後去預測下一個字的模型 然後再一次它不知道它在幹嘛 它只知道說它經過了它前面的訓練資料 為了它給它的訓練資料 它就覺得看到了這些字以後 下一個字應該要輸出某一個數字的那個字 比方說87號字 或是53號字 或是24號字等等 所以它並不知道它在生成文字 它也不知道它在幹嘛 所以它那個TrackGPT這種模型 基本上就是沒有任何的意識去做這些事情 它只是因為它看的字實在太多了 所以它可以產生出來的效果 就讓我們覺得說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發現說像TrackGPT這種生成式的AI 它每一次生的字不一樣 為什麼它可以做出這樣的神奇的事情 原因非常的簡單 原因就是因為它這邊會告訴我們 輸出的時候其實就跟八哥一樣 只是它現在可能比方說有兩萬個可能的字 它最後輸出就有兩萬個數字 然後它就會想辦法把它加起來變成1 就是用Softmax的方法加起來變成1 加起來變成1了之後呢 我們就是1這個機率 就不是不一定選最高分的 就是1這個機率去把這個字給抽樣出來 好 這樣比方說 這邊有0.7 0.29 0.01 所以的抽到的機率是70% 那1也有30%左右的機率會被抽到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每一次抽的字就會是不一樣的字 好 就這樣 然後但是呢 因為Softmax贏者通吃 這樣子會讓我們本來希望說 讓它變得更有彈性 就是變得更自由度更高一點點的模型 然後就會發現 結果還是很容易選到最高分 好 因為贏者通吃嘛 就會很容易選到最高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呢 通常都會處以一個叫做temperature的東西 這個是說的很玄的樣子 我們就不仔細說為什麼要叫temperature 總而言之 總之 就是把說因為指數函數 這個你數字越大的時候它的威力越強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把它拉到比較接近零的部分 所以就出一個數字之後 就把它拉 大家都拉到比較接近零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的機率就比較平均一點點 那事實上是比較接近那個 原來這個模型做出來的樣子 好 這個這個是這樣 好 那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要這樣的概念 去寫一個簡單的python的程式 然後這邊是標準的用RN的形式 也就是LSTM 就是用RN的形式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你就可以餵養任何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要餵養的是一個叫做紅樓夢 什麼叫一個紅樓夢 好 就是紅樓夢 就紅樓夢 我們想要把紅樓夢整本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了以後 然後看它那個電腦是不是可以 依照紅樓夢的寫法 然後它生出一些 不是本來紅樓夢裡面出現的句子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程式很容易寫 大概python裡面就是這樣子寫完了 就把這個程式給建起來了 那這個基本上呢 只有用了一個隱藏層 就是一層RN層 128個神經元而已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那你幾乎只要告訴它說 你是怎麼設計這個神經網路的 它基本上就幫你設計好了 好 那這個我們下面的連結 都是那個這個完整的程式碼 打在下面的連結上面 好 然後那個紅樓夢生成器呢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打造出一個 甚至可以打造出一個GUI的 就是Web App的介面出來 這個訓練 紅樓夢這個雖然很簡單 但是也要訓練個10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有一個訓練好的版本 就大家如果有興趣 看一看說這個大概做好的版本長怎麼樣子 就有一個訓練好的版本 而且有打包成一個Web App的形式 就是可以在所有的手機 或是行動裝置 反正只要有瀏覽器的 我們就可以去執行它 好 那這個就是其中的一個範例 那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們要輸入Prompt 那Prompt就是給它胡說八道說 自孫悟空從石頭中蹦出來之後 這紅樓夢跟孫悟空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有紅樓夢叫石頭記 所以我就跟石頭有關係 好 這個簡直是亂來的 然後但是不管怎麼樣亂來 它就會開始接後面的字 然後你會發現乍看之下 真的有一點點像紅樓夢的感覺 因為那個角色也是紅樓夢的角色 然後他們在說什麼話 但是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還滿有趣的 原來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剛剛看到的是一個網路的介面 那是另外一個現在在Python裡面 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歡迎的叫做Gradio Gradio套件它就是很快速的 可以讓我們要demo的那個模型 可以馬上就給人家在手機上面看見 所以非常的酷炫 所以這個是Gradio 那如果我們用了一些文字生圖的一些 那個模型的話它就可以馬上的 你就可以在一個APP上面 就可以做文字生圖的一個APP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基本上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樣 你只要有一個函式 它就可以去把它打造成一個webAPP的形式 然後我們這邊的函式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前面一堆字進來了以後 它就要生出下一個字 這個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 就是前面一堆字進來 然後它就生出下一個字來 然後這個下一個字 我們就再把它放到最前面的那個字 然後再輸進去 然後再生出下一個字來 大概就是這樣的形式 在這個深度學習裡面 就會有兩個非常有名的框架 一個是TensorFlow 一個是PyTorch 分別一個是Google那邊的 一個是Meta 也就是Facebook那邊的 然後這兩個深度學習的框架 其實都非常非常多人的使用 基本上都是用Python 就是在使用的時候都是用Python程式語言 所以這個現在幾乎是一個非常共通性的 另外一個就是在Python的社群 最近為什麼Python在AI界那麼紅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Hugging Face出來 Hugging Face出來就包括說我們剛剛介紹過的Transformer 也就是做ChatGPT的那種深層式AI的Transformer 那那個它其實程式也不能說很難寫 但是也不是很好寫 然後那它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然後那個所以Hugging Face這家公司 他們就出了Transformer的套件 可以讓你用幾乎所有名門的套件 你都可以馬上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最近因為文字深圖飛的AI 尤其Stable Diversion非常的有名 所以他們也出了一個Diversion 他就是專門做Stable Diversion那一方面的東西 好 那我們剛剛介紹完了說 其實文字深層的AI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可能會是說 可是ChatGPT它是對話型的機器人 我們剛剛是說我們下一個Prompt 它就會生出後面的字 所以就像這樣子 但是對話型的機器人它明明是對話 那是怎麼做的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把我們全面的字 全部把它輸進去就結束了 就是全面對話紀錄 都是一起輸給它 那它就看前面對話紀錄 它就可以開始去說後面的話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非常的容易 所以它文字深層型的AI跟對話型的AI 它基本上就是用了同樣的模型 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ChatGPT出來以後 大家比較體認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應該要做不同的程式 那等一下會非常非常快速的說 如果你自己想要打造自己的ChatGPT的話 可以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那再一次就是在Python程式語言裡面 就是OpenAI提供了非常簡單使用的API 那這個API呢 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去安裝這個OpenAI的API 然後你去申請一個金鑰 你去申請那個在OpenAI那邊申請一個金鑰 然後那個後面是金鑰 這怎麼申請 我們先不要管它了 就申請了金鑰 然後申請了金鑰之後呢 我們它的整個的 因為剛剛已經說過了 它要送入模型的東西 就是前面的對話紀錄 歷史的對話紀錄 那它的歷史的對話紀錄的格式就長這樣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這個以後 我們什麼對話紀錄就可以寫了 好 第一個呢 它的角色一共分成三種 那我先介紹我們比較能夠理解的三種 兩種 就第一個就是User User就是使用者 就是我們要跟那個ChatGPT對話的那個人 然後assistant就是指ChatGPT本身 就ChatGPT說的話在assistant裡面 使用者說的話在user裡面 就是這樣子一直這樣輸進去 然後就把全面的對話紀錄都輸進去 然後輸給他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就有回應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叫做System System是幹嘛的 System其實是ChatGPT的人設 比方說你可以設說你是一個理財專家 你準備要去回答那個民眾的那個理財相關的問題 好 等等 結束 那他就是他的人設 然後我們這邊想要做一個療癒性的對話機器人 我們就會說你是一個很溫暖的機器人 然後你要有回答那個人家的話 要盡量非常富有同理心 要能夠理解人家的心情 好 等等 等等 這樣子 好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個人設 你就可以讓他去說話 當然這個說話很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沒有錯 但是還是會需要改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說 那個ChatGPT實在很囉嗦 我們剛剛說要同理心 他是有同理心 但他會說得漏漏灯 然後我覺得看了以後我都覺得很憂鬱 所以我就覺得說你盡量不要超過20個字這樣子 回應的時候大概這樣 然後總而言之 原來總之 我們就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很快速的 我就可以打造一個對話機器人的樣子 依照我們的意思打造一個對話機器人 好 那當然再一次我們可以用Gradio 就馬上就打造出一個Web App的形式 好 然後這個是第一階的 第一階 第一種類型的這個AI 也就是說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我們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們在進階 進一步的發現說 在最近的新進的AI裡面的發展裡面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其實我有點胡說八道 因為這個ChatGPT其實也有用到 我們等一下要說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會希望 我們會希望找到某一些數據 它的特徵表現向量 就是可以代表它的特徵表現向量 那有時候我們會叫它是embedding 然後有時候叫做representation vector等等 或是latent vector等等 就是它的特徵表現向量 就是可以代表它原來的特徵的表現向量 好 那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會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比方說我現在想要做人臉辨識系統 好 人臉辨識系統 那就是說今天兔子老闆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別家公司 他做人臉辨識 都是用人臉辨識 用刷臉大家可以進公司 感覺很酷 我們也來做一個 好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其實跟八哥基本上就是一樣的模型 也就是說我們 他其實不會認人 再一次電腦不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但是我們只要告訴他 每一個人我們給他一個編號 兔子老闆是一號 然後員工 然後二號 三號 四號 就這樣 假設他們只有四位員工 就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人臉辨識系統 做法真的跟八哥辨識一模一樣 就送進去 就是準備要輸入一個人 然後我們最後做成的話 他就會告訴我們這是幾號 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但是剛剛我們已經說過了 說每一個人要收集一千張的照片 你就想可不可能 就是你要告訴你的員工說 我們要做人臉辨識系統 不好意思 請你交一千張照片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快要瘋了 但是老闆可能很兇 所以大家就決定說 好吧 那我還是想辦法 伸個我的一千張照片 給公司去做訓練 好 那訓練好了以後 成效好像還不錯 然後但是後來又發生了第二個問題 又有新的人要來了 新的人要來了 在人質那邊報到的時候 人質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公司規定 每個人要交一千張照片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是不是大家就會瘋掉了 所以好像不太可能 是這樣子去設計的 所以要怎麼樣子做呢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有沒有可能 這個輸入是一張照片沒錯 輸出是它的特徵代表項量 就是某一個特徵代表項量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到 這樣的模型出來 雖然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子 準備訓練資料 因為你隨便拿一個人的照片 我也不知道 它最適合的特徵代表項量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訓練呢 那所以呢 那如果說假設真的有的話 真的有的話 那每一次 每一個人只要交出一張照片來 然後它就會有每一個人的 自己的特徵代表項量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變化身為一個項量 那今天有人進來了 人進來了以後 那我們的模型再進去了以後 它也會產生一個特徵代表項量 那我只要跟這個幾個特徵代表項量 去比對一下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跟誰最接近 那就是它 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真的找得到一個模型 它可以幫我很順利的找出 特徵代表項量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種種的問題好像就解決了 有新人來的時候 我就請他交一張照片 然後我們就把它的特徵代表項量 給算出來 算出來了以後 不就什麼事情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以後只要比對這個特徵代表項量 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子 那 那個 好 那所以 但是我們剛剛說過 這個很難訊 很難想說我們怎麼樣子建這個模型 所以第一種想法 第一種想法就是 有很多的名門的模型 名門的 尤其CNN就是做圖形變式很厲害的模型 名門的CNN模型 那我們就可以去借用名門CNN的模型 因為它就是很 它就是本來就是一直在做辨識 然後辨識了以後 我們就只要把它最後一層給去掉 因為 例如說名門的CNN 因為有ImageNet 大型圖形辨識比賽 所以大部分的都是辨識一千個類別的東西 包括有一些飛機啦 狗啦 貓啦 什麼等等等等 辨識一千種類別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最後一層把它去掉 然後換成我們的 比方說我們要做八個辨識就換成三個數字 我們要做剛剛的人臉辨識就換成四個數字等等 所以說呢 就是把它切掉最後一層 然後換上去 換上去我們的最後一層 我們最後一層有幾類 我們就換幾類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整個Python程式就是這樣子就結束了 所以就真的會覺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Python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去找找看你就會發現 這個很多人其實可能已經幫我們想好了 說因為這個太多人想要做了 那因此我們要做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簡單的樣子 那這個是TensorFlow裡面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寫 我們就是把 例如說我們想要用ResNet 這一個很有名的CNN的模型 過來 然後我們就砍掉最後一層 讀進來的時候就砍掉最後一層 然後呢 再接上我們的輸出 我們輸出如果是八個辨識的話 就是三個輸出 就是這樣 然後唯一要記得的是 我們要把原來人家訓練好的那個心血結晶 也就是人家的權重不能再去訓練了 不然就等於是重新訓練了 好就是我們要凍結原來的權重 他們的那個他們的權重 我們只訓練最後一層 就是我們新加入的那一層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比較少的數據 就可以讓那個圖形辨識做成功 大概就這樣 那有興趣可以參考這個程式 那精華就在這一頁 然後那 那但是呢我們後來發現說 好像沒有想像中間的效果這麼好 事實上有論文指出 說如果你資料量夠的話 其實你還是做專有的模型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資料量不夠的話 這樣子的模型 因為它本來不是要 簡單的說 比方是尤其是人臉辨識 它本來不是為了要做人臉辨識做的 它是辨識這個是狗還是貓還是飛機 還是什麼的 你就想像說 那它拿來做人臉辨識的話 效果可能沒有想像中間那麼好 因為它其實經驗上 它不是在做人臉辨識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大家又想說了 好我今天呢 我今天 反正我就做一個模型出來 那這個模型都會吐出一個 它的代表向量 就是每一張照片進去 它就會吐出一個代表向量進出來 那我只要跟它講 我只要跟它講說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就好了 雖然我不知道特徵代表向量比較好的應該是什麼 那我只要告訴它目標是什麼就好 所以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可以說告訴電腦說 我今天要把那個兩個 就是它如果是同一個人的照片 出來的那個特徵代表向量 要拉得越近越好 如果是呢 不一樣的照片 它就要推得越遠越好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再一次就是那個 我們的目標就是 如果是同一個人照片 就要越近越好 那不同人照片就要越遠越好 就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就簡單的說就是會有 positive sample 跟 negative sample 這後來就是衍生到了 現在非常有名的 contrastive learning 就對比學習 好 這個這件事 這個我們不用說太多了 總共言之言而總之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很好的那個 就是找到 尤其在做人臉辨識上面的 特徵代表向量找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 就可以 比較快速的就可以完成 我們的人臉辨識的形式 好我們在最後來為大家介紹一下說 那在python裡面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有一個叫做deep face的套件 它就收集了各家名門 名門這一次名門不是CNN的名門 這一次是收集各家名門那個 人臉辨識做得不錯的模型 然後它收集起來 所以你看你想要做 因為大家的原理基本上是87分項 所以你的程式幾乎不太需要 做任何的更改 你就可以換不同的模型試試看 好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下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最後就是為大家介紹說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挑戰 這一件事情是這樣子 不知道這個在座有多少人知道 iBe這個K-pop女團 我也不要讓大家舉手了 怕我尷尬或是大家尷尬 那個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呢 它就是一個K-pop女團 就是不是我的年齡應該認識的 簡單的說是這樣 然後呢 那有一次呢 我就看到那個在網頁上 因為現在文字深圖的AI非常的流行 那它就是有人就把他們的MV 就是IM這首歌的MV 然後把它那個轉換成用那個AI再畫出來 然後那我當然是沒聽過這個團體是什麼 然後但是我後來就想到說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如果去做這個 iVE他們團員的辨識 然後是不是可以跟電腦來PK一下下 看電腦PK那個辨識的能力比較強 然後所以我就決定做這件事情 好然後所以我就開始準備要去做那個 我就要準備要做那個 那個 把自己訓練成可以辨識 iVE的六位團員 然後那個最後再去做那個AI的模型 然後來辨識看看就是這樣子 這個這件事情比我想像中間還要困難很多 然後中間其實我也觀察說我們人到一種辨識 然後我就發現說我們人辨識的方法 不是像電腦這樣子就呆呆的一張照片 好像是看一張照片這樣去看 其實我們還會去看YouTube 還會去聽他們歌還會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人類的學習的方式 其實跟電腦現在的學習方式還是不太一樣 這個不管他 這個重點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準備要做這個PK大戰 那後來我為什麼信心滿滿了 就是因為iVE在2023年 就今年6月24到25 剛好有來台北做演唱 開演唱會 然後開演唱會 我現在只要看到那個YouTube上面 在播其中一天的 我就知道那是哪一天的演唱會 所以我就覺得我現在辨識能力超級強 應該可以了 所以我就決定說 好那我們現在認真的來做那個 來做那個AI的模型 就是AI辨識的模型 那就剛剛我們介紹的DeepFace 那個套件其實非常的簡單 基本上你只要把你的那個範本 丟到一個資料夾裡面去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們為了要知道 那誰是誰的話 那我可以把每一個人 每一個團員都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你就把那個團員 丟那個團員的照片到他的相對應的資料夾 就這樣 他其實最後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只是我們最後要告訴他說 我們的範本在哪裡 他就會把範本裡面的所有的照片 都去做一次比對 然後比對出來以後 他就看誰最接近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那所以你要放多少張照片 其實隨便你 那像我就很賊的 因為我還是有點怕輸 所以我就決定說 給電腦AI一張照片就好了 就電腦一張照片 就只有一張照片 然後就看看他到底會不會辨識 然後做出來以後 就有一點點驚訝 然後這個再一次用Gradio做出來 你就可以馬上做出一個 那個冷臉辨識的系統 然後要做的事情 自己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丟六張照片上去 因為六個團員 然後有一點點嚇到 因為他只有一張照片 他居然辨識的出來 就想當年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這個怎麼看 這個不是一樣的人嗎 然後就覺得有點緊張 這個電腦第一輪的時候 他很多他其實辨識的很正確 然後但是做久了以後 就發現說這個有點點令人悲傷 他其實都辨識錯誤了 這邊都是他辨識錯誤的 他是辨識錯誤的 所以開始就開始忘了 這個我們要跟他PK 就開始有點點同情電腦 因為他實在有點弱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拯救他 所以我們拯救他的方式 就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拯救他的方式就是 大家相信也可以想到 就是加很多張照片進去 就不要那麼狠 雖然人臉辨識 我們理論上只要一張照片就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多放幾張照片 所以我們就把每一個人 多放幾張照片 尤其是你可以先試驗 說他會辨識錯的 你就再把它加進資料庫裡面去 好 那然後但是 但是問題是 這種的比較方式的時候 他其實是這個樣子 他其實是把 他其實就是有一張新的照片 他就是去跟所有的照片去比對 所以有可能他這一次正確了 但是所以他是給其中的一張照片 最高分第一名 但是他其他的照片是 可能是第三名或第五名 也就是說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成員的 就不是那個余真 其他成員來的 是比較的時候 他其實可能會 第二名就是其他的成員這樣子 就這樣 他其實是單獨比每一張照片 這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一個人 再融合成一個代表項量就好 這當然可以 那其中一個方法 大家可能想說 那我就平均好了就這樣 然後但是 但是不久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就可能馬上自己就會發現 尤其是有學過機器學習 就知道說 那機器學習大部分的數據 大概長這個樣子 我們其實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要做一個 很白癡的模型 就是把那個綠色的那個項量 全部加起來平均 然後橘色的加起來平均 粉紅色加起來平均 然後每一次我新的項量 進來的時候 我就跟這個比對 這個通常都是不準的 通常都不太準確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再送進地區學習的模型 例如說SBM 或是其他的模型 去做訓練 比方說我可以用SBM等等的模型 再去做分類 所以我們在外面就會聽到 很多在介紹人臉辨識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們可能開始的時候 是用深度學習的一個模型 之後我們這個深度學習的模型之後 再把它學完了以後 再去它的代表項量出來以後 我們再用機器學習的方式 就是傳統機器學習 標準機器學習 比方說SBM等等的方式 去再做分類 然後這個整個人臉辨識的系統 才是真正的做完了 當然其實每一次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中間還是會有很多的 我們要去做一些微調細調的地方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準備要 就是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回答大家問題 我怎麼切到問題的那邊 請問一下 已經在上面了 好急了 好 什麼下一個天花板 沒有天花板 天花板就是Keynote了 好 教學方式非常年齡友好 除了少年拍系列 有沒有規劃其他的方式來推廣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好像是我自己 幫忙要自己打廣告的時候 好 那那個我們現在 就是現在在政大 其實有開兩個摩克斯的課程 兩個對 就是Python相關的 有兩個摩克斯的課程 那我們政大會輪流開 一個是成為Python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門課 然後就是 其實就是你會發現書名跟我們的書很像 那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這個是機身蛋誕生季 就是我們那個做出來了以後 就做了 摩克斯做出來了以後 然後等等的 最後極前成一本書 好 然後那個 所以會有兩個摩克斯課程 那政大會輪流開設這兩個摩克斯課程 所有的人都可以參加 那如果你比較想要拿到證書的話 那個摩克斯課程就是在我們 每一個學期 像我們新的學期快要開始了 就會開其中的一門 那這一次應該是開深度學習相關的 然後下一個學期就變成那個Python 就成為Python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門課 那一門課 好 這個會輪開 那如果需要拿證書的話 就是可以在開課的期間去參與 那時候可以免費註冊 然後去參與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就可以拿到證書 如果不是那麼在意證書 只是要看課程的話 那個我記得是所有的實驗都可以去看 那另外是在YouTube上面 我們有蒐集了很多 我們在上課的紀錄 那上課紀錄其實因為上課紀錄很長 相信這個正常心智的人 沒有人可以那個 兵則一門課三學分的看個三個小時 應該沒有人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有做時間標記 我有請助教去做時間標記 所以很多的課程有做時間標記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去參考那個各個課程 好 然後再來 來 模型本身是不是一種意識 就是人類能夠運作 透過模型跟不同的溫度記憶來模擬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很好 就是基本上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AI 其實大家就會知道 它其實完完全全是算出來的 它在那個隨機的做過程中間 它也只是算出來的結果 然後去抽樣出來 所以它基本上它電腦本身是完完全全沒有意識的 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其實不是這麼在意 它是真的意識還是假的意識 就是電腦有沒有機會產生類似人類的意識 雖然它不是真的有意識 但是可不可能產生類似 這個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現在它的意思 它不是真正它的 我們人類想像的 我們人類的那種意識 好 然後再來是 如果想要念人工智能相關的碩士 會建議台灣或國外的學校科系或學程 這個都可以 那當然大家比較一般的就是 一般大概就是選擇會去念資訊相關的領域 那但是另外一頁要提醒那個資訊相關的領域 現在它真的非常熱門 所以有些真的很難申請 那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我又要開始廣告了 這個我們政大應俗系也是歡迎大家來念的 如果要做人工智慧相關的話 我們在這邊有很多可以做的 好 再來是代步的留言 然後代步就是IVE的那個粉絲團 好 然後再來請問記憶的部分 說人類看不懂 人類看不懂的原因只是因為它 它其實就是中間的隱藏成的一層輸出 它那個輸出直接看我們是看不懂的 但是我們如果想要想辦法 某種程度要理解它在看什麼 例如在做一些設計一些下游的任務 我們可能可以知道它在理解什麼 大概這樣 但是它的數字本身 那些拿出來直接拿出來 我們不知道它在看什麼東西 好 再來傳統SVM 對嗎 傳統SVM 與深度學習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對分類而言哪一個效果較佳 深度學習的 SVM跟深度學習 或者做了supervised learning 在ML的分類有什麼優點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在傳統就是如果說我們的數據量夠大的話 通常深度學習的分類會做比較好 這個數據量夠大的話 但是就像人體的面試 我們就是拿不出那麼多來 那種時候如果我們只有這麼幾張照片 就想要 意思就是我們最後用SVM的模型 可不可以用深度學習去做 當然可以 但是因為它的數量畢竟沒有那麼多 所以用深度學習去做的時候 在那種前進常常效果沒有那麼好 簡單的說如果通常是資料量 我們的訓練資料量非常大的時候 深度學習會通常比較好 那資料量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考慮其他方法 例如是SVM等等的方法 好 再來 請問會建議用microbeat slide都超可愛的 都自己畫的 對 好 以後想要訓練AI化嗎 我其實有在想再做這件事情 目前還沒有很成功 目前成功的地方是他會給我建議 然後變成我畫 我好像我是AI的助理一樣 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 請問會利用那個microbeat 這一類的積木型的 microbeat不一定要積木 microbeat可以直接是python 尤其對初學者 其實microbeat其實是相當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看得到 讓小朋友可以摸得到 然後他的燈會亮 然後他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小設計 所以我們有很多地方 的確是用microbeat去介紹 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我們在政大這邊 本身也有這樣子的計畫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傳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這個是要給我拍拍的嗎 好 感謝 好 然後再來 推廣python或deep learning的時候 關於教學部分有什麼經驗 或是碰到的困難是可以分享 現在比較沒有困難 剛開始的時候困難就是我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說的 其實大家不太知道python 不知道python的好處 我們要用各種的方法 連紅帶片把它片過來 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們只要開課 夾帶說我們這一門課會教python 就非常多人來選這個課 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困難度就是大大的下降 好 那個 通用人工智慧有可能統一 現在 通用型人工智慧 其實它不一定是一個單一的模型 只是通用型人工智慧 就是說像人類的一樣的戀愛 那它到底最後會是一種模型 還是很多種模型 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碰到 好 那照片 照片特徵向亮的基底 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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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I裡面就是 如果在深度學習裡面 我們沒有要去定它的基底 就是全部都電腦自己看著辦 就有一些模型裡面 我們需要去找它的基底 但是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讓電腦自己看著辦 讓電腦自己想辦法 我們要告訴它方向了 就是剛剛說過 我們想要把它 那個該相似的把它拉近 然後不一樣的把它推遠一點點 好 然後拍檔新手可不可以直接上 就是大型的對話模型 然後去開發對話機器人 開發對話機器人 開發對話機器人這件事情 這個不一定可以做到大型語言模型 其實大型語言模型 最重要的是它的數據量實在太大了 尤其是現在的Track GPT 它其實大到什麼程度 它大到說我們其實 一般的電腦其實連下載 都沒有辦法下載下來 所以幾乎是沒有機會的 那當然LAMA就比較有機會 我們可以去做某種的訓練 但是它一樣它的設備要相當的良好 但是如果說你只是要設計成 文字生成的對話機器人 文字生成的那種形式的話 不需要非常大量 你可以選擇Transformer 或是用RN做都可以 現在可能大家都Transformer去做 也比較有機會可以訓練出來 那最主要的是它的模型太大的話 我們其實訓練不出來 如果自己去爬蟲的話 雖然我們會覺得可能很多 但其實在整個現在的訓練量 算是很少的 那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會建議是 就是如果一定要自己訓練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自己訓練 但它可能不能叫大型語言模型 因為它可能不夠大 不過無所謂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那現在那個TrackGPT 就open layer也有公開 他們可以fine tune的版本 所以你也有機會去訓練 用TrackGPT去訓練 你自己要的 我們把它叫fine tune fine tune的時候通常是 你需要訓練的部分就少很多 那你比較有機會去把它訓練出來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好 然後再來是AI專業領域應用的時候 從設計到落地都需要 Domain的RG 對 非常好 然後成為那個DL的工程師 如何快速的了解 Domain的知識 或者老師怎麼看 未來擁有Domain的人員 應該跟DL的實作人員合作 非常好 其實大家常常忽略掉的事情 就是說會以為說那個AI工程師 就要找一個很會寫AI程式的 其實通常是 對啦 AI工程師要啦 但是做一個AI專案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AI工程師 而是對Domainology非常強的人 非常強的人 那所以說 未來的合作 這個一定是在裡面 就整個的AI team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對Domainology非常強 非常熟悉的 他才知道說應該要做什麼 像我們去做的話 我們常常會發現說 我們是AI技術人員 我們一定會給你一個很漂亮的模型 但是拿給你的時候 你可能會說 這個跟我們專業有什麼關係 對我們專業是沒有幫助的 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有Domainology很強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是 把Domainology的人 很強的人 他可以訓練成 他稍微有一點點AI的概念 像我們今天介紹的 他其實不需要太深的程式的技巧 但是他稍微有一點點概念 那他就可以跟工程師去溝通 然後就可以去把這個專案做出來 大概這樣子 能不能舉出一個科幻電影最符合自己想像中間的人工智慧的 這個有點難 這個容我想一想看看 有機會我們在上面再分享一下 ChairGPT會出現錯誤的訊息 這個部分有什麼方法解決 會給出錯誤訊息 這個我很快地說明一下下 就是我們知道原理的話 這個ChairGPT完全沒有在做正確性的辨識 所以這件事情遲早要放棄 那如果你對很在意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要訓練另外一個模型去做一個監測 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幫他對答案的裝置 大概這樣 好 我們最後一題 那其他的我們就是在網路上回答 然後人臉辨識 最後CNN完成 接SVN 這樣有新的人加入就不用重新訓練SVN 對 沒有錯 等一下 我說錯了 好 我應該要這樣說 就是SVN的時候 有新的人加入還是需要 因為SVN的時候 我們去訓練他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做分類 但是我們不可以無中生有 不可以是那個 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個人的時候 那我們就希望他能夠辨識它 不行 所以說如果有新人加入的時候 這個SBM是需要重新訓練的 大概這樣 那其他的問題 如果大家還是歡迎在slido上面發問 那我們就在slido上面再會回答大家 我們謝謝蔡英龍老師 那也歡迎各位 我們現在是break time 那也歡迎各位去外面看看我們的廠商 我們等一下在R0、R1、R2都有其他的演講場次 謝謝大家參與